《尼撒读经》 2020年11月17日,圣伊撒伯以匈牙利纪念。尼撒读经分享。 耶稣说:"人子来,是为寻找及拯救迷失了的人。 分享。耶稣出现在习海的生命中,因为习海把握机会邀请耶稣到他的家用线,耶稣进入他的家, 使习海被转化了,由一个贪婪自私的人,因耶稣在他心中而感到富足和幸福,不在医戀世物,身材小却心灵高尚,慷慨宽大。 耶稣宣告他已获得拯救,已脱离罪恶,重申到善生,不但是他一人,而是他全家也获救。 耶稣宣告他,因为习海的归正必成为家人的榜样,他的圣洁也必使家人结正,归依天主。 默示录计淑天主提醒我们不要像杀尔德教会那样,没有活出圣善生活,要警醒和悔改。 也不要像勞迪黑雅教会般,信仰生活不冷不热,崇尚物质富足,在天主前是可怜,行佛,核眼和羞耻的应当悔改,接受天主的管教 我们该打开心扉,欢迎站在门口敲门的主耶稣进入我们的耐心,与他一同坐直,一起生活 做一个与主一同胜利的人,与他一起在于宝座 就如圣荣第十五篇所说,以善行获得胜利,与天主同坐在宝座上 天父,你曾因此圣衣撒白,以在穷人身上认识基督,侍奉基督 求你使我们借他的代讨和榜样,也能常怀爱心,为贫苦及遭受患难的人服务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满 罗拔神 阿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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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